大家好 歡迎收聽這個望向組成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3月2日 3月3日 對不起 我由你 首先這裡有我們澳洲的珍Biss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珍迪浩 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讚和分享 還沒按訂閱就按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一定要去我們的二台正向部三台浪冷氣點讚和分享和訂閱 以撞達我們中立模式的力量和和平理性的聲音 好了 望向正向浪冷氣 鐵三角滾如泰山 好了 這一節主要是想說一下 今早早起床一起來看一看 很開心 社會終於回復正常 回復正常 只會就是 人人都上班 沒有人在打籠通 連打籠通 大家記得幾個月前有人上班 有人特意搞事 不讓你回來的 現在不是了 人人都上班 哇 真是十分開心 我們網友說終於可以正正常上去辦公室 雖然現在還有一些朋友在辦公室 在家工作 我們網友說得對 我是一個經常在家工作的人 因為我們做報告其實不需要去到工地 去工地看看 不斷地寫東西再寫東西 或者做實驗取樣 就知道結果不斷地分析分析再分析 這樣的話 其實有時在家工作很容易失去集中能力 因為摸來摸去 吃東西 不可以這樣 兒子叫一聲 大家記得上年有條片很有名的 就是那個問題專家 國際問題專家 BBC訪問 BBC訪問那裏突然一個女兒走進來 諸如此類 經常都會發生的 是 是很麻煩的 其實是在家工作 但又被某個政黨的前主席的老公說 誒 誒 叫做 抵差死啦 沙啥鬼惹細老哥 哇 你這樣說 是很討厭的那種態度 你自己不做 他真的很討厭 他說你自己沒有做好安全措施 就是什麼 人家可能是真的想有個小弟哥的 就是你用自己那種很奇怪 我不敢說奇怪 你不想 你不想 是 他覺得你覺得小孩子 對於你來說不是那麼適合 有個小孩子 我覺得OK 但是你這樣笑別人 甚至是一種叫做 好 叫做那種嘴唸 是很酸的嘴唸 那是為什麼呢 是一種很保護的 就是他自己不做 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是 少數 嗯 一個正常的 正常的大多數人是 說有結了婚想生結 但是他是少數說不想生 但是他不想被人說 他怕被人說你是小眾 於是他就騎上來說你們不進步 是一些衰的 這個是很保護的 就是其實他是自己知衰 但是他又不肯承認 是 就是你承認 如果他肯放下這個所謂的面子 就說每個人有自己的取向 是 不會說這麼酸的東西 是 還有一件事就是我們還有 因為我們也有網友 是自己做一些小生意的 那就要開工了 家裡的弟弟又小了 還有有些地方是還未可以上學的 他帶了小朋友去上班 其實都挺有趣的 就是帶小朋友去見識一下 叫做大人工作的世界 其實我以前都是 經常被我媽媽帶他上班的 就是我媽媽以前都有一些小生意 家裡的家族又有一些小生意 其實我都是經常去 都是從小開始上班的 但是 怎麼說呢 大人的世界始終我都不歡呼 都要看老闆歡不歡和 老闆不歡和你都挺是 一點都不歡呼 因為是我媽媽來的 他會說有什麼給他做 千萬不要疼他 疼他不適合你 不要疼心 我們說一下 其實另一件事不單止是 香港的內地 其實據我們所知 都有九成多是 人們上班的 整個世界工廠 其實都已經是 我覺得已經是 recover了 全部搞定了 但是 當然那些數據是比較差的 數據呢 都正常的 是 在一個正常現象 在一個大環境之下 是說比2008年還差 這個採購生產指數 估計其實今年應該是 這一刻 應該是45% 怎麼知道就跌到35.7% 剛剛最新公佈的 其實是非常差的情況 不過大家都猜到 但是有件事我想說一下 如果 那些人猜他45% 他說他自己都是45% 可能你那些敵對的 或者黃人就說他做假 現在他說他自己35.7% 就是比你估計更差 應該是說真話 他就說你那些人死定了 一定會 那句話我都不說 那個大紀院經常說那句 沒有了 超老人也經常說 2020年會大崩潰 講了十幾年了 還有一件事 他以前分析的數據 就經常說 這個有水份 這個不是真的 什麼都說 不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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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搞笑 我記得他有一次 就是用回 國家的數據 之後說 都說他們不行了 我當時也是我舊節說 邏輯何在 以前又說 又說別人的數據不行 現在你拿回別人的數據 說你的理論是可以的 因為他經常說 從這些數據 我體驗到什麼 你不是說有水份的嗎 你是基於那些 你覺得有水份 你不相信的東西 去做分析 他不是做反向分析 他不是做正向分析 證明了是不行了 連他自己都這樣寫 你以前說的那些 就全部推翻了自己 都可以 是嗎 其實你永遠都是為自己的理論服務 是嗎 這樣說 那一向都是這樣的 其實他一向都是這樣 其實 我又不明白 沒有人駁回他這個邏輯 不是critical thinking 這樣做法 可能會拼了你 不知道 拼了之後 他就會拼了你 切掉你 你的評論 有 mark 是嗎 不奇怪 他好像今天 他今天都說內地的網絡有嚴謹了 於是就立即一句,好啊以後沒有人來搞我了 他是在我心目中都破破地產的,算了 我們說回其實香港是一般非常差的 譬如說上個月跌了20多% 我們經常都說是非常差等等 但是要抱著希望,因為隨著內地90多% 回復生產力的話,以那個速度出來的話 應該就會回復很快 是,還有就是令到有些人,叫做團貨的人很嚴重 因為他們以前積的貨就是,哎呀我收到哪間廠 內地哪間廠,不再生產什麼 當然了,之前有搶什麼,搶什麼,買什麼,買什麼 我們都說過,這些都說得很醜 因為其實我覺得說得多,自己的人都好像 都好像會愚昧一些 都會變成好像他們的無知廢屎 說得多都覺得,哎呀,經常說這些 很蠢 蠢東西自己都會變成蠢 現在其實呢,只要他們全部機器回復 那你們這些人就不囤貨的人 或者叫做織貨的人 你慢慢用了,慢慢用 還有一件事,不過我也想說一件事就是 我那天說,我們這邊 那些人暫時都是,什麼都沒有買什麼買蜜的 狂買蜜,狂買蜜的 唉呀,很可惜 這件事已經是不存在不存在 人家說不存在 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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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樣,監察對不起 由你們 有些叫做 由微信或者WhatsApp傳過來的一些片 人家就說是大溫地區的 有些叫做大貓、小狼學生 就互傳了 整到我們這裡 都有人開始去買蜜買蜜 狂買蜜,狂買蜜 這樣都是傳到過來的 可能有些小朋友去了加拿大 有些小朋友去了澳洲 還有用社交媒體聯繫的話就會傳到 昨天我打算去吃一碗 打算去吃一碗 打算去吃一碗飯 之後我就說 老闆說,不好意思 沒有了米飯 我問,什麼事? 他說 那些貨物不是很夠 那些貨物是存在 但是還沒買回來 平時不是很便宜嗎? 這些很容易買 他說,不是 因為一般來說 他都是在旁邊的唐人店 買得多 給我折扣給他 他說,旁邊的唐人店 就沒有貨物了 我心想 那個老闆還笑 可不可以參加糯米 就是由這個生炒牛肉飯 就變成生炒牛肉糯米飯 這樣也好 不過一盒飯我都吃到四餐 細細盒 因為現在我其實慢慢地 在割這個澱粉質 所以 那都 那算了 一次半次 沒什麼所謂 希望就不要再這樣了 但是我朋友 就是又是住這個大多地區 就是因為又是這班大溫地區的人 就是很不肯定 應該到 是 昨天是有少少亂買東西的情況 是 最妙就是有一個記者去訪問 那些大媽 那些叫大姐 不要叫大媽 叫大姐 那些大姐在說 是你的當局 又叫我儲定兩個星期夜 那現在你又說我為什麼要儲 那是不是很愚蠢 就是你想我怎樣 那是無所適從的 別人叫你兩星期 你買了兩年 所以是非常脆脹的 其實這些 又是那種什麼 就是好像 中文是否叫矯枉過正 就是有時候 是 過猶不及 人家叫你 就是好像你 吃飯 人家叫你多吃一點 人家叫你多吃兩口 老闆 就是叫菜 隨便吃 你不是把整個餐館的菜 叫完整個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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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吃飯 是嗎 是啊 但是我這樣看 其實 這樣其實 另一方面來講 都是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 民眾還需 要教育 我都再勸一次 不過我相信 我們網友就不會這樣做 我希望 希望 尤其是海外的網友 聽了我們的勸告 就勸一勸你身邊的親戚朋友 不要做這些蠢事傻事 是不是 如果不是人家就會看不起我們 甚至有些人就會 中國大陸叫做炒作 就是覺得 這些人這麼愚昧無知 雖然他們是不對 但是我覺得 就不要讓人家有任何的機會入島 是不是 我都講過 好像在紐士頓 社長都講過 已經是有西人打電話去機笑 不是什麼時候會迷惱 迷惱 迷惱 唐人做這些行徑 我就希望 他迷惱就不是我們網友 我覺得都不會的 但是 最新 社長已經 跟我們說 他都發了一些圖片給我們的 其實 什麼都是滿滿的 兩天之前 這邊的當局 這邊的當局和超市都說 大家不用怕 什麼都有 所以 我都不會說 一種情況 最慘是兩天之前 我看到有人拿一個大捲 即熊 好像那些 不是捲 是不是那個捲 那些 一個個 配搭 那些 那些 就是那些 一起拿那個 一箱箱 怎麼也好 是一板 不好意思 別人是一板貨 是一板貨 聽他的口音 口不幸地 可能是我們台山的鄉里 那你沒辦法了 因為他們說這個就是美國一個堂埠 其實我是認得出那間店的 以前我就不在那個埠住 但是因為我也說過 在一些大城市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同鄉會 其實都是不斷地 我們這些叫做外國出生的台山佬 其實都是台山子女 海山年 其實我們這一代依然也是聯繫的 都有一些群組 之後我問那個朋友叫Sherry 這裡不通就是吧 是 沒錯 你猜對了 我們想不要這樣 各位鄉親父老 我們很辛苦才撕掉那一層 這麼土味 是啊 又是這樣 有時候都沒有辦法 我覺得老人家都是害怕的 因為他們經歷的事情跟我們不同 因為有些人是 好像我家中的老人家 有些是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的 他對很多事情都很敏感的 之後好像說 有時候下幾天雨都說 喂喂喂 要不要去什麼 有一次還催促 要不要再買幾把車 我說不用了 上到車都 現在開車都很少人 你知道其實西人不喜歡打那麼催促 就是你 喂 買多幾把車 我說不用了 之後我媽媽又說 哎 要不要買就買 反正 壓力創傷症候群 他們可能就是 都是的 其實我們就好像我的老婆的媽媽 就是她的媽媽 她就由中國大陸去了台灣 其實她對很多事情 尤其是因為後來家庭 他們家裡就發生了很多事情 都是關於錢銀瓜葛的 她媽媽對這個錢銀十分十分看得重 不是壞事 因為她當時 他們叫做 叫做逃爛過 叫做走爛過 所以他們就 可能真的有一種爬 我們也沒經歷過那個環境 所以也很難說 不過這次時間差不多多少 都是多謝各位網友 就是積極向上 努力拼經濟就是我們方向的精神 做正常的人做正常的事 努力拼經濟 大家加油 主要就是不要恐慌 不要害怕 好 大家加油 謝謝大家 拜拜